好 专门大家好 我的ATO的第二个课 今天我们来提前讲一节跑题课 今天是2018年的9月13号星期四 我们来聊一下付出总比别人多 结果总是不是特别好 难道我们天生就比别人笨吗 这是我有一个一对一的学生 上礼拜我们俩进行了一个深聊 他说我觉得我从小又是比别人笨 我觉得我就是应该会更努力的要背书 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你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学习体系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之前一些笨笨的经历 然后会告诉你一下 今年我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希望今天这则课可以帮到你 就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那种付出了很大努力 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结果的人 还是说你本来就是很聪慧的学生 如果你本来就是很聪慧的话 就是一点就通的那一种 我希望你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 你自己在学习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tips是什么 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我们做好一件事 最多的做好一些事情 是靠talent还是靠后天的training 是先天重要还是后天的重要呢 其实我给你们一个问题啊 好你不用太serious了 今天是一些跑题课 就是我可以随便聊 也可以随便骂人的一些课 好我们主要就聊 难道我们天生就比别人笨吗 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你也会想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 我自己几个经历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在末大读Mustle of Teaching的时候 我的本科是Business Management 你知道吧 我是一个数学特别特别好的孩子 物理特别特别好的孩子 我的物理成绩比我的数学成绩要好 我的英语成绩是第三的语文 从来都没有记过格 所以你们从来都看不懂我写的东西 对吧 好所以我到了Mustle of Teaching之后 妈的一下从理科生变成了文科生了 我们有一节课叫做Pract 就是Practice 实习 在第二个学习的时候 我的一门课挂了三次 我第一次挂的时候 我都傻了你们知道吗 然后老师让我重新做一次那个Presentation 然后又没有过 我收到了一个邮件说 You will be invited to a CUPC Meeting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名字 叫做Course Unsatisfactory Meeting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封邮件说 The department ha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your study forever 也就而且 In the future you will not be admitted 就是之后就不会再去接受你了 即使你第二年在申请的时候 I'm teaching 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么样 Melbourne University Mustle of Teaching这个专业的话 如果你被这个专业开除的话 你也再也不可能再申请这个专业了 我当时都吓傻了 我当时都吓傻了 你们知道吗 但是我那个学习我真的很努力 我每天真的妈你们都知道 Mustle of Teaching那个生活吗 就他们每天早上起来两三点才睡觉 就写paperwork 特别特别恐怖 我觉得我那个Presentation 做得他们可好了 结果老师就没有过 然后后来又做一次 还是没有过 就是然后三次都没有过 我当时都傻了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是比别人 我当时都想转学了 我说我去美国 那时候GIA1还是有效 我就想说不行我去美国吧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这个Telan 去读这个Teaching这个专业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也很庆幸 我坚持了下来 你们知道吗 有些时候就是差一点点 等一下我给你们去分享 我怎么坚持下来的 然后第二个特别傻的经历 就是我考雅思 没有一次是顺利考过的 我第一次出国之前 想考四个七的时候 我三次写作都是六分 还是六点五分来了 对吧 六分 直到我最后一次 才找到一个首课 十六天考到了七分 然后结果我去年的时候 考七七八八的时候 又重复了这个错误的Pattern了 我又是很努力 很努力 我每天学十多个小时 然后考了六次都特别没有过 不是写作没有过 就是口语没有过 但是我写作没过的次数 居然比我口语没有过的次数要多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最后才知道 原来是不能在曼谷的IPDP去考试 我当初都傻了 然后另外一个经历就是 我作为Kiss House那个写作课 我们这个新版本的那个写作课 就可以压中一百多个预测题目的那个课 我真的是 那时候我从今年年初开始我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 那个Lesson Plan我写了不知道多少遍 就我跟Evon在一起 我可就两个版本 我自己和外交一起做了两个版本 全部都给删掉了 我整个一个课改了四到五个月才Lunch 我就不知道我那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录制一个Daily Lesson 就是去年底的时候写一个Daily Lesson 你们知道要写多久吗 八个小时 我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看懂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之前的那些Pattern 全部都是这样 就是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 可能你们傅希雅斯也是这样的 你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 但是根本就没有一个Progress 然后你就会质疑人生了 你知道吗 你就在怀疑说是不是我自己天生就是比别人笨 难道一定要经历N次失败才可以成功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 我今年问我自己很多次这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make it easy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就会说 I have to work hard I have to put in lots of efforts in doing something 我今年就会说 How can I make it easy 懂了吗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如果说任何人 如果你现在就接受这一点 说任何人都可以把所有事情 都像一个piece of cake 一样的解决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会找那个easy path 找那个没有人走过的 shortcut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我今年做出了什么样子的改变 就是我今年录一个daily lesson 我以前是八个小时 我今年两个小时 而且你们会看到daily lesson的质量是越来越高了 我去年录一个新课 我跟你们说是四五个月 对吧 今天出的时候还是四五个月呢 但是最近我们新出了两个课 一个是语法课 一个是15组ABC组课对吗 这两个课还没有launch 我们只是给了一小部分的学生看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每天都有人学生跟我说 我觉得语法课太好了 我觉得这15组ABC就特别快解决我的问题 考试之前七天我只要过一遍就可以了 但是这两个课你们知道吗 语法课我总共就写了四天的课间 然后这15组ABC的课我写了两天的课间就写出来了 整个录的过程就是花了两周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说 今年的一对一的学生就特别神奇 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这一次跟我在清迈一起复习考试这个学生 两个月总分就最后两周的时候 他阅读提高两分 口语提高一分 写作提高1.5分 现在就是卡着Deadline上到他特别喜欢那个学校了 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事情发生都特别特别神奇 还有我训练啊 我最近两周我跟我教练一起 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我们录一个bodypot的视频 我现在已经录了好几十个就是finance video 马上我们finance course就会lunch 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很神奇 所以今天我会具体给你去讲傻瓜变天才的四个步骤 也不是什么东西 今天这节课主要是给我自己去录的 我觉得我需要对我上半年 包括到现在为止 因为马上到10月13号又是一个比赛季了 比赛季就是我那个bodybuilding的比赛季 我自己感觉每年的10月份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结束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给我自己一个reflect了 两倍到三倍而已 但是你那个reward反而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下面一张slide就会问你一些 你觉得从来都没有人问过你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距离你的签证过期还有四周 你将怎么复习你的亚思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只需要四周的时间 把你的亚思四个七分 把你的八七七七给考过了 因为你现在假如你去接受 现在有这么一个time limit的话 你会怎么做 当你有一个time limit的时候 你会想一些short cut了 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这次为什么把我的一对一课程 设置了十个小时 包括我在新做一对一的时候 我也会设置十个小时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更多 我有一对一还要加时间 我说你不需要更多 十个小时足够了 我就会问我自己 如果我只有十个小时 我怎么帮这个学生去提高一分呢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去 limit你的input 去maximize output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在你去找到 你当你去设置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 说没有用的 你不可能天天做白日梦 对吧 你要想第二个问题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谁可以帮助你 我去年建立了一个怪圈圈就是 我觉得所有东西 我自己都可以figure it out 如果我自己可以figure it out的话 我就不会一直都这么傻了 懂了吗 所以我就会发现 而且我自己最近在reflect 我生活里面的几个节点 比较成功的点 比如说我之前举一个例子 我之前确实是三次被学校当课了 但是我第三个学期的 我同样一门课我考到了H1 很轻松的每天只复习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最近去reflect的话 我就会觉得是因为那个学期的时候 我问了我们同一组的另外一个学生 怎么样拿高分 他跟我说 Lin 你记住了 只需要把你的folder做后就可以了 就特别逗 他说你只需要看theory 把它们都背下来 然后把你的folder做后 然后那个假期 我就花了大概一两周时间 把所有的theory全部都给背下来了 然后把我的folder做得特别厚 很轻松的我就拿了一个H1 特别特别简单 但是我那个mental teacher下面 就没有过过几个人 就全部都是fail的 只有我一个人过掉了 特别神奇 然后另外一个我回忆的比较重要点 就是我的雅思最后一次14天 就是考过的时候 上次考9978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点 就是一梦一只都在陪着我去考我的口语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口语最后 可能不会考到一个8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现在就是我可以给你们去分享 我的那个 就是copywriting的coach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学生 是自己是做那个移民留学的之类的 对吧 好多好多 我都会给你们推荐他 他叫neville 你们可以去搜索他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 我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 他说 你记得当你去找一个人 去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永远都记得这一点 所有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 所有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我的这个copywriting coach 我们去顾他来说 花了三千六美元还是四五千美元 然后总共就 总共就有七八个小时 就是说他一个小时值六七百美元 相当于人民币可能是四五千了 但是他帮着我什么呢 我以前写一篇文章需要八个小时 我现在写篇文章只需要一两个小时 所以这种benefits是长期的 特别特别好 然后另外一个 我就觉得我钱花特别值 另外一个你需要去问的是 who is the outliner 什么叫outliner 就是说 并不是 如果你想要去学习一个东西 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啊 你是跟那个一次性就考过亚斯的人学 还是和那个特别特别笨 终于有一天找到一个 short cut考过的人学 我就会跟那个特别特别笨 终于有一天找到short cut的人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总会给你们去分享 我这个学生的经验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出过国 他是中国大陆的学生 如果他可以在一个月之内 提高一两分的话 那所有人都可以了 懂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为什么我很少去写那些 特别聪慧学生的经验分享 因为他本来就聪慧了 有什么可分享的呢 懂了吗 有几个学生是本来就聪慧的呢 懂了吗 所以你应该和那些 比如说有一个人 对吧 他写作本来是考五分的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考到七分了 那你应该去问他 你怎么样考到了七分 懂了吧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即使这个方法在他身上work 他有没有帮助过别人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这个就回过来 回到我去年找到一些 fitness coach了 就我去年找到那些 都是他们的奥赛冠军 什么比基尼模特是什么的 那些人没有一个给我带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那种 champion类型的人 champion类型的人 觉得你自己跟他一样 有足够的motivation 觉得你跟他一样 可以去举大铁 但是我自己 他们先天性的心机眼 然后我根本就没有 我体育都是免体的人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深蹲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 我应该跟一个普通人学 所以我这年就一直 stick着我的那个trainer 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改变 就特别灵 因为他帮助过五六十个人 我就会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 当你找到这些老师之后 你需要知道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 那个2080 rule 哪80%的 就找到创造80% result的努力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20%的努力 会创造80%的 result 那我问你 考亚思的时候 你这20%的是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问你这个问题 如果一周只有四个小时时间 复习亚思协作 我应该放在什么事情上 我前两天不是说了吗 就三件事对吧 第一个三个万能子够 第二个idea map 第三个15组abc 你把这三个都搞定了 同学 你肯定是可以提高一分的 懂了吗 你逻辑不断去刷题目 不断你就拿那个15组abc 对着我们那个基础课程里面 每一个预测题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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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 你考不到那天理不容 真的是不大可能 你说考亚思写作 总共需要多少个词 我这个学生从5分考到6.5分 总共就用了这次词 加起来都没有我给你们总结的15组要多 它就是这个两个slice 就是这些 后来你们说老师你给我去总结 我想去抄它这个 我学生说你不能抄它的 后来我不才去录了那个15组abc的课吗 懂了吧 你不需要很多词的 就是每次写文章之前 把一些核心的词看一看 写出来就OK了 然后另外第四部就是 how to make it a habi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习惯 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首先这个习惯必须是你自己愿意做的 他特别喜欢把东西特别organize 放在那个excel里面 这是我一对一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给他弄了一个这个folder 然后这样就是特别organize 你要找到一个系统是适合你的 而且把它存进去 懂了吗 不管是什么 我希望你stick住一个 你不要说老师我早上用盔子来 中午的时候用纸 下午的时候用电脑的 你不要这样 很少有一个人是三个这种的learning style的 也就是说总有一种你可以去试验 总有一种方法是比较适合你的 懂了吗 好下面一个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所有训练食物和课程的照片 比如说课程有些同学会给我一些feedback 是什么的训练的 比如说腿呀 什么肌肉是那个fast twist slow twist 我学的所有东西 什么cattlebell arms shoulder 所有的forms video 全部都是放在我的 我包括什么我学吉他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放在我的手机相册里面的 这样我每天都去review会特别特别好 好我们今天复习一下 我问你啊 白色的啊 好 从天才 从傻瓜变天才的四个步骤是什么 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什么呀 要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你要相信自己 两三周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肯定可以搞定这个考试 第二个是什么 要找人帮你 你傻了这么久了 你不可能自己创造奇迹的 我去年就是没有让别人帮我 直到今年让别人帮我之后 我才知道啊 生活无限美好 比如说我吃饭什么的 我完全都不会全给我交脸了 他让我干嘛 我干嘛 step 3 就是找到那个short cut 这个需要你自己不断去test 但是雅思写作同学 我已经都告诉你说cut了 就是你们记得 在雅思复习里面 浪费大部分时间的人是我 是我把这样子的东西 我先跟你们说什么 我们那天直播课的时候 我说你们的语法课 是我看过这个453页的这个语法书 Oxford Guide to English Grammar 做出来一个十多节的语法课 你们偏要去看 我跟你们说同学你不需要去看了 你们永远都记得 在雅思里面 你就提问题 我给你们去研究就可以了 就是抽风研究这些东西的人是我 你们就等现成的就可以了 懂了吗 所以我已经把那个二十八十告诉你了 你只需要去怎么样 take action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去不断地去测试 哪种复习方法是适合我的 所以第四步就是how to make it a habit 如果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整个的复习并不是特别难的 很多东西就会不断地去flow了 但是我自己感觉最主要一步就是 你每天都要去reflect 而且你每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都要问自己 how can I make it easy 首先你就要相信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piece of cake 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 然后你再不断地问自己 how can I make it easy 你们知道我现在分享在 我那个微信朋友圈的那个照片吗 就是我今年训练效果特别特别好 我现在看上去就像比赛之前四周的样子 很多肌肉 然后比去年还要另很多 所以我觉得今年真的是我把它 把训练当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个means to achieve to achieve something a means to stand on the stage 而不是那一个的 当我去把这个东西看得很简单的时候 不是putting loss of effort的时候 每天可能偷偷拿的时候 反而这个东西开始去flow了 包括我那个学生就这个学生也是这样的 他建立起来他自己的复习体系之后 他每天stick住他这个excel表格 对吧 每天stick住他excel表格 就先看这个再去写作业之后 所有东西都会flow 真的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今天还可以走你知道吗 就特别特别开心 昨天我帮他领了成绩 我跟他说我说 他真的是满分气分了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觉得特别 这真的是我觉得最最最开心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就是一个跑题课 不是一个正整的课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给我留一个言吧 你告诉我说 你听了这节课之后 对你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你会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方法 比如说你会找一些什么样的人 去问一些问题 或者是说你会take什么样的action 去测试一下 或者我希望你也去问一下你自己 现在我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学习体系 我的这个学习体系 真的让我觉得很easy吗 如果不是easy to do的话 那你就应该换一换了 懂了吗 我宁愿去花一周的时间去测试 什么样的复习方式去适合我 而不是花一周的时间去rush into the course 去直接去背单词 那个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下面就是注册那个次天的免费课程 我刚才跟你说那个15组ABC 现在放到这个免费课程里面 很灵很神奇的 就教你15组ABC怎么样再套50个体验 特别神奇 你们知道吗 好注册这个微信公众号 关注微信公众号亚斯林 然后注册7天免费课 学习我是怎么样 16天考到写作7分 14天考到口语8分的 虽然我之前错了很多次 但是最后我还是有突破的 就5月10号最后一次 第三次考写作6 然后5月26号考到写作7 然后这个是口语最后去年吧 9978考过了 这是一个网络课 任何时间地点 全部都可以是可以收看的 中国大陆的同学 请你自己去解决一下VPN的问题 然后付费课程主要就是教你怎么样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考写作7 前面就是我之前说 那个三个万能则够 但是我们付费课程 有十类Task2的模板句 主要是告诉你 怎么样去express 我同意啊 怎么样去说 topic sentence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有一个万能的句子结构 现在我们加了很多课 到时候我会再更新这个 然后100个预测题目ABC词组的答案 就是我们付费课的同学 现在都是先去学那个15组ABC 那个short cut 再去回来学这个答案是怎么应用的 然后每一个答案都是有题目 然后下面的ABC词组 现在我们加了一个语法课 你可以更好去利用这些高分的一些表达的句子结构 然后我们的VIP的作文批改课里面 包括20个作文批改 主要就是可以帮你去找到一些题目 你再去回答一些题目的时候的一些逻辑错误 因为我们这个100个预测题 并不是说我可以100%去命中原题 只是说这里面的ideas 全部都可以去命中题目 那如果你拿了一个新题之后 你不知道你想去测试一下自己 会不会跑题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你改逻辑的 好 所以我们主要的批改实际上是给你改逻辑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批改老师特都以前是读 以前是读那个business management MBA的 所以他逻辑特别特别好 然后下面是 下面是你会收到四个项目的分数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逻辑批改语法批改 然后G类task1和A类的task1 这个就是六月半一个基础课的学生 就直上了一个基础课 没有做文批改的 他是一个月的时间考到了写作 从六考到七分 澳洲同学 五月半的一个学生是 加拿大同学一个月考了七分 澳洲一个月七分 这个是加拿大三周六到七点五分 这个真的是基础好的 真的 我不是特别夸张 基础好的我就直接跟你们说 这是基础好的 我就会跟你们说 这就是直接很聪慧的 好 四个月 四月份有一个学生两个月时间 考到一个七点五分 这个不是基础课 中国大陆的学生都没出过国 这个是澳洲的学生 两个月时间写作七分 而且并且十二次 每一次都是写作七 最后口语是七点 他最后的口语是七点五分 我们口语课的学生 然后下面一个学生是Viki 他是伦敦的学生 十六天写作七 然后口语是七点五分 这些学生都是之前纠结了好几次 最后找到自己一套体系的人 你们放心 所有学生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一套复习体系的 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你们都不会比任何人傻的 我们都可以成天才 主要是你去不断的去reflect的过程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复习的一个system 最重要 如果你想对付费课程了解的话 就是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付费课程 看好付费课程减体字 不要回复繁体字 谢谢你们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我们等会儿 我们等会儿